第九屆全港運動會 在5月11日麗芝國公園極限運動場 進行其中一行城市運動滑板街式比賽 當日還有兩位杭州亞運港隊的代表進行決鬥 戰況相當激烈 恭喜各位得獎者 滑板除了有街式比賽 還有碗池比賽 在5月12日 將軍澳香港運動會 往單車館公園極限運動場舉行 碗池意思即是場地情碗形 有不同斜度的斜坡 部分位置還接近垂直 當日不論少年組、青年組 甚至公開組選手的表現都相當出色 在此恭喜各位得獎者 在5月26日麗芝國公園體育館 進行了乒乓球決賽及智障人士乒乓球決賽 見到這麼多位參賽的運動員 全身關注、集中精神 無論是單打賽還是雙打賽的選手 都使出混身解數 用盡全力去打每一球取勝 見到不同組別的乒乓球獲獎者上台領獎 掛起獎牌,真是替他們開心 5月25日在石結美公園體育館進行的 男子五人足球決賽 這場是東區和元朗區的激烈對戰 東區在上半場一度領先4比1 氣勢如紅 至於下半場,元朗區急起直追 連入幾球,反勝5比4 東區臨完場前最後一擊 誰知被龍門擋到 結果元朗區保持勝果 恭喜 多謝了 田徑決賽在灣仔運動場進行 田賽項目包括跳高、跳遠、三級跳、圓球、錶槍和鐵頂 競賽項目分開100-5000米的六項賽事 還有跨欄和摺力賽 當日各項賽事的運動員都傾盡全力 向著冠軍的目標進發 當中的跨欄 在一項技術性比較強的短跑項目 獲得跨欄冠軍的運動員說 能夠參與這項的盛事已相當興奮 有巴黎奧運 其實一直都看著標是挑戰的 本身我都沒有預計到比賽氣氛那麼好 優秀和後退 全部都很漂亮 第二、三名的選手都做得比較好 所以自己也有一點點壓力在 我就不是完全說放鬆跑 所以最後贏了自己也挺開心 破了場地紀錄 亦都是破了全港運動會的紀錄 最新紀錄是14秒200 全港運動、全城約動 一起去現場和我們打氣吧 多得有你的參與 活動才可以順地舉行